而魏英只能缩在他怀里不停地抽起 兔子什么时候能斗得过狐狸那 魏英失踪两个半月后 蓝大来到了私宅 蓝大来时 蓝二正搂着魏英坐在小院里 一边晒太阳 一边喂魏英葡萄吃 那葡萄是蓝湛特意让暗卫 从云深不知处采摘 遇见飞行送到宅子里的 绿莹莹 如鸽子蛋斑大小葡萄 是上古时期遗留的仙藤所揭 从发芽到结果都是用特制的药材浇灌 四季悉心呵护 果子是修仙者补弃养丹的真品 整个云深不知处也只培育出来六株 真真是千金难求 蓝湛拿起一颗葡萄 喂给魏英 魏英犹豫了一下 还是张口嘴吃了进去 自那天后 他的小兔子乖巧了很多 看到蓝大走近 魏英有点慌张 挣扎着从蓝湛身上起来 蓝二却神色依旧 一点没有瞒着蓝大的意思 能到这里 不就是什么都知道了 他们兄弟二人还是有些许默契的 线线 回房间休息吧 魏英点点头 听话地走了 经过蓝大时 还是很规矩地向他见了理 蓝大直接坐在蓝二面前 他这个弟弟生来金贵 也生来霸道 想要的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一定要弄到手 哎 被他瞧上也不知是福是祸 蓝湛伸手给他大哥递了杯茶 尝尝 顶级的云山雾雪 你的东西自然都是最好 是啊 我也只要最好的 蓝二眼眸低垂轻轻笑了一下 说道 温家的 我已经吩咐温情下钩子了 其他棋子都可以动起来了 顿了一会 又说 既然时机到了就不要犹豫 抓住机遇 快些行事 免得夜长梦多 好 长老那边也催促着快点进行 只是魏英 不好再留在这里了 金家那边又不是傻瓜 他们已经扩大搜索范围 查到你这就不好了 叔父那边已经知道此事了 嗯 叔父颇为生气 蓝大小心翼翼地说起魏英 若是让叔父认为魏英会误了你的事 只怕 蓝家就容不了魏英 会出手处理 多谢兄长提醒 魏英 我会先送他回去 先办正事要紧 蓝二心想 钩子已经下了 有太多事情 他要去做 没有太多时间管他了 把他一个人放在私宅 有什么事又鞭长莫及 而且现在确实还不到和金家撕破脸的时候 倒不如送回去 自己派点人手防着点金子轩 那灯图浪子就是 二人在小院里谈了一个下午 直到傍晚送别蓝大 蓝二才回到主屋 进门就看见魏英坐在书案前看着画本 热火把他印得特别美好 用过晚饭了吗 蓝二走进魏英 问他 嗯 魏英小声地应了一声 自那天后对蓝二实在是有些许惧怕的 看他不愿说话 蓝湛便拿过本书 坐到魏英身边看了起来 想到要放魏英走 心里很是舍不得 自己花尽了心思 用尽了手段才得来的魏英 自己还没有报够 就要放了指示 这些天居得太厉害了 现在魏英话也少了 笑也少了 瘦得厉害 整日奄奄地不开心 他的小兔子可还在天真烂漫的年纪 先放回去吧 于是 放下手中的书 用他那清冷的声音 对魏英说 献献 明日送你回金家 可好 你放过风筝吗 要想要风筝飞得又高又圆 线就不能拉得太紧 一收一放 松弛有度 才能飞得长久 第二日一早 蓝湛就招来暗卫吩咐到 把魏英送到百凤山 做得稳妥些 不要让金家人有所怀疑 静似静伍不必回云深 跟着魏英保他安全 随时向我汇报他的情况 是 是 送魏英回去的过程很是顺利 金家的人在这天清晨 伴着薄雾 在百凤山围场的一处隐秘的洞穴里 发现了他 金子轩找到魏英的时候 已经高兴疯了 根本没有细想他一个昆泽 这么多天 是怎么在百凤山活下来 又是怎么躲过百家搜索的 他只知道 他的线线平安地回来了 这比什么都重要 金子轩这两个多月 为了找魏英自己也瘦了不少 看着线线一身乱糟糟地瘦了一拳 又是心痛又是内疚 线线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保护好你 都怪我 说着说着 自己竟然哭了起来 线线 你有没有受伤 身上可有哪里不舒服的吗 子轩哥哥 不怪你 你看我好好的 看到金子轩哭了 想想自己这些日子 在蓝湛那里受得委屈 他还只能咬碎牙往肚子咽 自己也跟着哭了 你受委屈了 线线 你看你都瘦了 金子轩只觉得他的魏英 是因为在百凤山少吃少喝 又危险 夜里有那么冷 他一个人受了大委屈了 拉起魏英的手 哭得更大声了 子轩哥哥 别哭 线线 你能平安回来 子轩此生就别无所求了 子轩的大手拉起线线的小手 手拉手地哭 子轩哥哥 哇 线线 这俩傻子 就这样当着众人的面 又抱着哭了半天 哭够了 众人才回了金陵台 手拉手 抱着 在厮宅里听完安慰汇报的蓝湛 牙都要咬碎了 气得摔了一套名贵的米谣 暗卫站在下面不敢出声 等着 他非剁了金子轩的狗爪子不可 就这醋意滔天的样子 完全忘了金子轩才是魏英的正经未婚夫 等蓝湛撒完了气 才带着暗卫离开宅子 金陵台那边 金光扇和金夫人 金家长老可没有金子轩那么好糊弄 几个人在前厅围着魏英问东问西 魏英一一回答 并没有什么破绽 后来还招来了医师来给魏英检查身体 好在蓝家暗卫做事细致严谨 魏英身上被整理得很干净 看不出任何痕迹 最后金子轩看不下去了 开口 父亲 献献刚刚回来 还很虚弱 别问了 先让他去休息吧 这个时候 江家姐姐江艳离 哭着来到了前厅 看到魏英就拉着他 献献 你可算回来了 姐姐担心死了 姐姐 好了好了 回来了就好 这些天我担惊受怕的 就怕你有什么意外 回来就好 说着又是一阵哭 是啊 你失踪后 你姐姐日夜都哭 金子轩说着 眼睛又要红 让你们担心了 好了 金光善看金子轩那没出息的样子就心烦 说魏英能平安回来 也算是上天庇佑 魏英 回去好好休息吧 是 魏英告退 说完 便由金子轩江艳离陪着 回到他的房间休息 说到江家 也就是魏英刚失踪的时候 派了江家弟弟江城来帮忙 江城到百凤山没待了满十天就要走 江艳离劝都劝不住 等把一波一波地来看望他的人都打发走 已经到了深夜 他躺在床榻上 脑子不自觉地想着一些事情 昨天 蓝湛说要放他回去 他还当他事在是他 没想到 第二日真的就让人送他去了百凤山 把他安排妥后当不久就有金家的人找到了他 在私宅他多少知道了点蓝湛的事 知道蓝家下了不少暗庄 下暗庄不是什么稀奇事 可是要是各家都被渗透就太可怕了 魏英不愿意多想这些 又想蓝湛放自己走 应该是对他生命了吧 他这样的天接 前缘是怎样的尊贵自己还是知道的 他该庆幸自己早点被咽弃嘛 若是一年半载 以后再被抛弃 一个昆泽 还有着婚约 就与他人私通 他必定让江家蒙羞 到时 他该怎么面对江家 面对江叔叔 现在他可以把这两个月当成一场噩梦 现在噩梦结束了 他可以过他正常的生活了 却只是要对不起子萱哥哥了 好在蓝湛从来没有彻底标记他 想着想着魏英就睡着了 他实在是太累了 话说 魏英回到金家以后 没有蓝湛在身边折腾他 脑子明静了很多 他不禁思索起当日在王八洞 自己被天阶前缘的信箱诱发信漆 当即他就服用了清心丸 那样自己一直用得很好 可是 为什么身体还是不可收拾地发作了 要不是 也不至于让蓝湛拿捏了自己 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清心丸有问题 怀疑是颗种子 一旦种下 就会在心里生根发芽 他背着江燕梨 拿着剩下清心丸找过金家的医生 还有镇上的大夫 他们看了都说没有问题 但是 有没有问题 他自己服药会不知道吗 所以即使大夫说 没问题他也不敢吃了 偷偷换了药 以后对江燕梨都多了一丝防备 云深不知处 蓝湛一回到云深就与叔父 蓝大 还有几位长老 进了藏书阁密室密谈 这就是 叔父看着书案上的石头 红木书案上摆放着一枚小小的黑色铁块 他看上去毫不起眼 但是修道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里面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忘记 你是如何得到 蓝大问道 两个月前我在百凤山叶列 途径一隐秘山洞 在里面发现了一尊假玄武 斩杀以后我本想刨他的腰单回来炼药 没有想到 却在他的龟壳里发现这个 在百凤山 纳氏和魏英在一起的时候 四季此时蓝大看了一眼蓝湛 只见蓝湛给他使了个眼色 便神色自若起来 叔父与长老几人围上了书案 开始细细地观察起来 真的是阴铁吗 失踪了那么久 居然又现世了 光看外表很普通啊 百年前 阴铁出世 各家无不济于阴铁的强大力量 想要占为己有 因此导致仙门大乱 期间无数豪杰才俊死于这场大乱 几大仙门都有所损伤 有几家甚至直接从这世间消失了 可是 造成了如此大乱的阴铁 有天 竟然自己消失了 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 百年了 要不是当年 参与过那场暴乱的人 有些还活着 谁能相信 世上真有这么一个东西 现在 它竟然又出现了 还被它拦架得到了 没有想到摆凤山一行 竟然有如此收获 忘记 做得好 叔父摸摸胡子 满意极了 是 叔父 本来我也不敢相信 这是阴铁 毕竟已经失踪百年 但是这两个月 我便查群书 多方求证 我很确定 它就是阴铁 兰战说道 好 好 好 真是天助我蓝氏 说着 几位长老也跟着过来 和好起来 好 崩zt 崩 Ga 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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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